我叫小碗,我是一名工作丸子老板,我做的丸子并不好吃 哎呀,只待晚上的还是去上班吧 先等客人来吧 老板,我要一份丸子 好的,我马上就给你做 客人,您的丸子到了,请你慢慢品尝 这什么丸子呀,这么难吃,下次我不来你这儿吃了 为什么我做的丸子不好吃 还是上那一家的丸子店吧,看看它的秘方是什么 终于到了 我想问你一件事,为什么我做丸子的时候别人都不爱吃我的 好的,我偷偷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这是用人肉做的丸子 哦,知道了,现在就试试看吧,如果客人不满意我就 老板,我要一份丸子 好的 客人做好了,请你慢慢品尝 这什么丸子呀,真难吃 呵呵,你敢说我做丸子不好吃是吧 那你就来做我的丸子吧 呵呵,我要把这个人肉做成丸子 终于做好了,累了一下午,还是吃中午叫吧 赶紧去上班吧,希望今天能卖的爆火 先等客人来吧,再准备一些人肉食材 老板,要一份丸子 老板,要一份丸子 好的,我马上就给你做 客人,我做好了,请你慢慢品尝 那要骂呀,这是什么丸子呀,真好吃 老板听说你做的丸子很好吃,所以我们来尝尝了 来吧尝尝吧,我这里的丸子很好吃 老板,你的钱就转你手机上了 好的 客人们,我准备好了你们都吃吧 好的好的 爱马,这丸子绝了 呵呵,今天卖的爆火,明天这样我的丸子才卖的很多 哎呀,都已经天黑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去看会儿电视吧 请注意,请注意,很多人吃了丸子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肚子疼,请大家一定不要吃了 我们会尽快调查的 呵呵,你们都被发现了 但我就是这么做 去上班吧 等客人来吧 老板,为什么你家的丸子总是吃了肚子疼呢 呃,应该是你吃别的东西就开始肚子疼了吧 那老板,我要一份丸子 好的 老板,钱转你手机上了 好的 不行了,今天好像卖不出去了 肯定破产了 不行,我一定要隐藏我的秘密 还是再等等吧 万一买到爆火了呢 小姑娘,你过来一下 阿姨,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其实,我早都发现你的秘密了 你的丸子是人肉做的,对吗 呵呵,我就知道你让我过来 原来是你告诉我的秘密 呵呵 你这种人不配卖水果 还是不了吧 女士,你犯法了,请给我们走一趟吧 行,那你们给我,等着我一会再来的 再来一次